我们来到树羊 我们来找韩奶奶 让韩奶奶做几个树羊过年的拿手菜 韩奶奶家 韩奶奶 我们来给韩奶奶拜年了 韩奶奶你好 哎呀 这个地道 奶奶多大了 高瘦了 嗯 切了多回 韩奶奶皮肤好 韩奶奶手艺可不得了 我们今天要尝尝她的手艺 这个说的是小豆草 这真的菜是吧 真的这个是苏鸡 这个是莲子 这个呢 糖肉 这就是过年吃的菜啊 嗯 这就是小河鲠鱼啊 这附近还有湖啊 甲河湖 有湖啊 甲河湖嘛湖 小河里面的鱼 这边养着鸡 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这个酸菜烧牛肉的 这酸菜好吃 这个奶奶说的老的薔薇盒 已经结冰了啊 我们试试看 冰还挺厚 奶奶70多了在那做菜 我一个人 我那两个手操的到处瞎砖 不太忍心 赶紧找点试试 避免尴尬 辣椒怎么切啊 奶奶 切丝还是切什么 嗯 炒干什么切丝 这个辣椒切丝的 等会儿 炒这个小鱼干 香味出来了 这道菜 这是苏北的霸王菜 奶奶也吃饭了 哎呦 这个院子真舒服啊 小猫 小鸡 这个包罗棍啊 就是点火用的 火够不够啊 奶奶 有了 够了 这就是辣椒炒小毛鱼 也是经典菜 小心 很美味 给人家煮一炒 从小鱼冰箍它 小鱼冰箍它 小鱼冰箍它 自己也用热 大蒜汤 赶紧 奶奶 哎呦 奶奶 这个小鱼锅贴上桌了 吃饭了 真菜 这也是糖肉 你知道怎么刻吗 我知道怎么刻啊 翻车现场 翻车现场 哦 是这样刻的 哦 好烫 翻车现场 好嘞 好嘞 烫死烫死 哎呦 完美成功 韩奶奶72年烧菜功力 今天拿出树羊过年的特色菜 阁下该如何应对 有四个菜是树羊十大碗当中的 第一个菜是这个肉圆子 第二个菜是酥鸡 第三个菜是糖肉 第四个菜是扣莲子 但是另外三个菜 那就是苏北菜的代表跟王炸 第一个小鱼锅贴 第二个酸菜牛肉 第三个青椒刷刷毛鱼 这三个菜 你不在苏北不吃到这三个菜 等一面来 来来讲讲 你给我们讲讲看 你瞧 我瞧 我瞧 大牛腿那我吃过了 你这个好吃吗 多少 好吃 好吃 你看西洋城连熬的那种 我们两个胖子没有办法再吃糖这种 血糖最高了 我连吃三块 奶奶做的糖肉 奶奶做的糖肉 它的糖没有放那么多 就甜到心里面那种 香到嘴里面那种 奶奶的酥鸡 鸡 鸡鸡 鸡鸡鸡没煮哈 没煮哈 多口 原来酥鸡是这样的 吃到嘴里面就是有那种颗粒感 前两天吃的那个有点像午餐肉 山药跟猪肉末混在一起炸成了切成片 一句话概括一下韩奶奶的那个丸子 能当乒乓球打 这个锅鸡鸡 来站起来这个鱼卤 这是鲸鱼跟昂姿鱼烧的 还不愉快得吃 她不客气让她做小孩做 韩奶奶 过去咱们苏阳过年农村吃什么吃 我去哪个东西吃 没东西吃 现在过了好日子了 啥都有是吧 那以前过年总要有一个菜 有园子 满足的 炒到豆腐和骨头吧 买鸡马的骨头炒炒 哦 猪肉炒炒 弄个豆腐丸子 你不要叫了 下来了 你都叫一天吧 你看 猪肉 过年刷多少菜 刷十个 为什么刷十个呢 十千十美 十千十美 韩奶奶做的这个红豆馒头 哎 我多扎实 没有多放糖 你看奶奶祝福健康了 你看奶奶做的一手好菜 这也真的是我们弟弟到达 树养的特产菜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像像你的家乡菜 你收拾我们 走两步 走两步 奶奶走两步 谢谢陶嫂奶奶了 祝奶奶身体健康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都快乐 都快乐 好 奶奶再见 谢谢 ONA 六から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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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c 好